哈美内衣去世后,中共会在伊朗扶植另一个亲共的宗教领袖继续配合中共作恶吗? 网传哈美内衣的家人和顾问已经离开伊朗到达加拿大。 如果伊朗发生颜色革命脱离中共,中共就无法同时发动三场战争。 请问七哥,这种情况下,习太阳打台湾的可能性会降低吗? 第一,打台湾一点都不会降低,只会增加。 没有人可以阻止习太阳要去打台湾。 第二,要回答大家,伊朗发生颜色革命脱离中共,它本来是三角关系,作恶的关系,它不隶属于谁。 这个跟中共的所谓的三场革命,三场战争,打台湾没有任何任何关系。 然后中共扶持另一个宗教领袖,中共没这个尿性。 在咱们没有告诉全世界哈美内伊已经嗝屁了,9月26号手术已经失败了,共产党不知道的。 它共产党你把它看得太伟大了,那是没有这个本事的。 都是胡相骗。 中国的情报部门,还有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门,那都是胡扯淡的事啊。 它现在才摸不清什么情况。 它扶持人家了,人家就是利用它。 它连哈美内伊做手术成不成功? 它连哈美内伊的孩子和家人怎么样?哈美内伊两个儿子,什么莫塔巴,卡塔巴,能不能接这个宗教领袖的班? 它完全不知道。 在伊朗现在最牛的人物就是这个哈美内伊的副手,叫雷伊。 就雷伊的家人什么动性,共产党都不知道。 雷伊身边的很多人都是跟我这个直接间接都有关系的。 说共产党到处打听,打听就是说哈美内伊这个传言是真是假呀? 如果他要是真要是有问题要提前让我们知道啊? 没有人告诉他。 包括人现在总统的Light,人家都根本不搭理他。 就共产党就是老鼠扛枪窝里横。 你但凡给中共领导人打过交道,就一个个愚蠢的猪一样,全是官僚主义。 就是一帮谎言,就是拿着枪,对中国人行。 就中共领导人跟哈美内伊这个比,那就不是一个段落的。 哈美内伊根本看不起你的。 所以共产党他利用伊朗是反美的一个阵地。 伊朗利用中共卖油卖气,让这几个家族吸钱。 在精神上,在这个对个人上根本看不起你,完全看不起你。 所以说他想还这么培养伊朗的什么,不可能。